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我一直不明白 这里就是一个度假的沙滩 只有一个椰子树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是光头墙 我在伐木哈哈 有电锯简直太棒了 我完成了我们将要居住的地方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了 当然要使用珍珠传送一下 好家伙 你这主意不错呀 用不了那么多树木 就可以度假了 完蛋了 居然有一只猴子 这不是挺有趣吗 它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当然是这个椰子树上的椰子了 猴子不是只吃香蕉吗 那你想多了 香蕉只是它食谱里的一种而已 你也可能是它的食物 好家伙 这太可怕了 我可不想跟猴子对着干 但是它把香蕉放在了我们门前 这就有点问题了 你该不会是想把香蕉都偷走吧 猴子似乎去收集香蕉了 听着米奇 我们要偷走香蕉 因为我们没有食物了 我们这么小 少拿几个应该没问题 我想猴子不会注意到 我们是否拿了一个 你拿太多了吧 表哥 这么多香蕉都拿走了 猴子似乎发现了 感觉它非常生气 我们怎么办 表哥 怕它个猴子啊 我们这么小 它抓不到我们的 可是可是它发现了 我们这个树屋 完了 我们拖了香蕉 还会跟我们拼命的 我的天啊 它还真的生气了 快点往后 我们不能靠近 看来猴子抓不到我们 有房子真好 快把门关上 这样就能隔开猴子了 可是猴子太生气了 它一下就打破了门 没事米奇 我有弓箭 我能顶住它的攻击 哎呀 它似乎冲我来的呀 天啊 救命呀 放我下来啊 坏了猴子抓住了米奇 看我弓箭 我现在该怎么办 救我啊 表哥 你不是有弓箭吗 赶紧的啊 我自己出不去 我哪知道这家伙这么难缠 米奇啊 我保证会救你的 那你想个屁呢 赶紧的救我啊 我怕弓箭伤害到你 你等着 我出去救你 玩毒刺了 开上树了 哎呀我去 你这傻猴子 能不能抓紧点 我都掉下来了 还好这里有沙子 快醒醒 我们得赶紧跑了 我们必须躲在尽数屋里 真不敢相信 这傻猴子居然把我掉下来了 好吧 我现在就关门 这个门感觉只是表面功夫 希望猴子不会再破门而入了 我们得再准备准备 哎呀我去 家里居然生出蜘蛛了 我们必须打败他们 在猴子来之前 必须要清理干净这些家伙 哇 蜘蛛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老师说 我以为会有蚂蚁 还好我有电锯 我想有了这个武器 我可以轻松击败所有蜘蛛 我打败了所有的大蜘蛛 剩下的时间 我必须设置陷阱 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们的树屋了 最好把猴子阻挡在外边 猴子来了 能挡住吗 不知道 希望防御能起作用吧 这猴子对香蕉的执着还挺大的 猴子马上就碰到钉子了 还是能挡住他的 不过他从侧面逃走了啊 怪了他似乎能绕过陷阱 这家伙还挺聪明的 他好像很怕攻击 快点赶走这个臭猴子 还不错他还是离开了 但是我们的陷阱还是要完善一下 确实感觉挡不住猴子 那就在前面放一些岩浆 好吧 趁猴子不在 我放了更多的陷阱 我把岩浆倒在地板上 我想猴子会大吃一惊的 当然这个边缘也要建立围墙 只要猴子进入就不能从侧面逃跑 我得赶紧完成这个墙 很快猴子就会再次进攻的 所以我必须完成陷阱的建造 快点表哥 他又来了 你的墙还没完成呢 还好荣原起作用了 他会被拦截一会 我的抓紧完成墙体 他很聪明 他没敢直接进入你的围墙内 没事 我有弓箭 他进来我也不怕他 他似乎怕了 他要绕走了 我又把猴子赶走了 这家伙真不死心 扰了一圈又来了 他又踩到了岩浆 这家伙是不是没脑子啊 我要下去驱赶他 要不他很可能会突破防御 他居然顶着岩浆也要冲进来 这怎么能行呢 这猴子太执着了 要不我们把香蕉还给他吧 兄弟们 我们要不要还给猴子香蕉啊 米奇 你准备好最终变得正常了吗 当然我肯定能变得正常 兄弟们 今天我和米奇都变成了怪物 他是小白的身体 而我是姜斯的身体 我们今天要闯关 如果成功 我们就会恢复成人类 如果不行 我们就彻底变成了怪物 米奇 你有没有信心变回人类呢 那肯定的 少废话吧 第一关开始了 这场地还有电网 第一关是啥东西 像是苦力怕 我们也是怪物 他们应该不会爆炸吧 是啊 我觉得应该不攻击我们 不过我有攻击 我不怕这个 好家伙 那我怎么办呢 我哪知道 反正我要赶紧过关了 哎呀 苦力怕看到我了 不行 我的赶紧绕到米奇那里 不过我通过之后会受伤的 不过这种情况 我也只能这样做了 下一关居然是村庄 好家伙 这谁设计的 我们是怪物 村民当然是我们天然的敌人 我不想和村民打架 但好像他们不会停下来 这回开心了吧 变成僵尸了 傻子村民 他们根本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僵尸的对手 很快我把他们都变成了僵尸 米奇只能垫高之后攻击村民 感觉这个闯关不是很难吗 坏了啥情况 怎么感觉有截略了呢 谁触发了这个截略buff 关键后边有截略兽啊 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先躲起来 等着他们跟江斯村民大战之后再说 感觉截略者有点内讧的样子了 看起来这是个好机会 我们得趁机溜走 反正这一关的主角是村民 我们已经制服了他们 第三关只有一次嘛 这要不要太简单啊 不 这里有点不对劲 应该不会吧 哎呀 好家伙我着火了 我就说没那么简单嘛 那些能走的地方都是有露天的 所以我们怕太阳的 不过呢也很简单 只要我们避开露天就行了 哎呀 看起来我也有点受伤了 我现在非常讨厌白天 还好 磕磕绊绊的通过了 我想知道这个是谁设计的赛道 太阴险了 算了 我们看看下一关是啥吧 岩浆河应该是我们要渡过这里 这距离挺野的呀 看来想大跳过去是不可能的 我这里有一个箱子 里面有一些物品 原来是有道具的 这些是建造巨人的物品和资源 我们需要造一个巨大的僵丝 和一个巨大的小白 真不知道有什么用 肯定跟过岩浆河有关系的 他这个都不用魔法药水吗 应该是安装了什么魔祖吧 管他呢 只要我们能闯关就行了 好吧 巨人复活了 来吧大家伙 迅速把我送到隧道的另一边 我只要骑着巨型姜丝就行了 我去他跳的好演啊 是啊 我也没想到他可以直接就跳过来 你骑你也可以骑着巨型小白啊 你这是怎么了 你是有什么问题 怎么还不骑小白呢 骑个屁啊 他根本不让我骑 哎呀 你干啥 好家伙你该不会是要扔我吧 你这个混蛋就不能像赖条他们吗 反死了 哈哈 反正也算是过来了 别生气了 看热闹是不是 看我不踢你屁股 哎呀 米奇 你是不是不想好好过了 你敢偷袭我 揍他揍他 小子哪里跑 他的巨型小白也攻击了 这可有点不妙啊 这两个巨型怪我开始过了 错了吧 我们还是赶紧过关吧 后边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 快走吧 确实不需要浪费时间了 这里有什么 看起来有史容易呀 一个简单的跑酷赛道而已 不是很难啊 应该是坐着没想到我们会到这里 确实不是很难 基本上大跳就能通过 这是不是第五关了呀 是的 你说前边的关卡是不是要没了呀 我觉得离我们变回人类已经差不多到了 我也觉得谁会无限做闯关陷阱啊 那得有多无聊 是啊 坐这些关卡会很浪费时间的 看看是不是到终点了 好家伙怎么油脂奶牛啊 我明白前边是空地 为什么呢 是啊 这一关有点让人发懵啊 干掉牛之后 你认为这对我们有用吗 我也不知道 兄弟们 你们知道这一关有啥危险吗 哎呀 米奇 你小心点 你飞错地方了 你撞我干啥呢 你看你现在到了我的空岛 你别扯了 是你抓我好吗 那你为啥在我的空岛呢 你抓了我导致的 你废话还真多 哈米奇 我看你是不想好了 你要干啥 我们的空岛比赛还没开始 落地就开始了 看我不听你屁股 你要干什么那条 冷静啊 揍你要什么冷静 是你傻了还是我傻了 所以在我提你之前离开这里 你敢碰我 你完蛋了那条 我会让你的空岛消失的 看你那个熊样 我能怕你咋的 懒得搭理你 我得看看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层储箱子 里边有我们需要的武器 如果米奇攻击我们 我们是可以反击的 另一边的箱子里 有我们需要的所有工具 但是这个通向地下的活板门却上了锁 我估计里边肯定会有好东西 我们在这个空岛上早晚要离开 不仅要抵抗米奇的攻击 我们还是要找到出去的路的 行了 生存第一原则就是要撸术 先按照空岛生存的模式来做吧 这个箱子里有好多皮革 看来我们的装备有辣 太多物资了 我们之后的生存肯定是没问题了 这些箱子里有很多现成的食物 根本不需要我们入地的 唯独这里有一把锁很难受 也不知道要是在哪里 不过也没有太多关系 就目前这些物资 我估计打的墨影龙都够了 不过即使我走 我也要做那条一顿 这小子不讲武德 一定要让他不好过 那我就开心了 要致富仙卢树 果然是治理名言呀 哎呦不对呀 上面好像有一个东西 是一个隐藏的箱子 好家伙还有这种事 看来里边会有秘密 办好了 有把钥匙 该不会是打开那个活板门的钥匙吧 但是如果里面很危险怎么办 我才上来生存 装备还不齐全 我乐个斗 米奇发动攻击了 哈哈赖条 你就认苏吧 我要把你的空洞占赖 来呀赖条 请正面对抗我的火弹 你脑子秀斗了 我能用身体接火弹吗 傻子一美 你看我用啥来对付你 一只非常帅气的铁傀儡 哈哈我开始你的脑袋秀斗了 这是空洞 你的铁傀儡顾不来的 傻米奇就是傻 他都没观察地形 我们的空岛之间有一个细线链接 这个傀儡会告诉你如何正确的做这件事 我的妈呀 这是啥情况 他怎么就这么走了过来 大可是虚库呀 阿亚家人们快攻击他 大家一起上 他太厉害了 不一起上会出事的 我们也上去帮一下忙 让米奇更加手忙脚乱 阿亚烂条你的小人 坏了 他们是怎么掉下去的 这可太不合适了 我们都损失了一名家人 米奇还在激烈对抗 我不能再傻站着了 我得继续探索 我要看看这下面有啥好东西吗 下面可能非常危险 不过我拼了 看起来很安全 落地后没什么怪物扑上来 感觉好像是一个溶洞 黑钥石是关键 我们终于可以逃出去了 建立一个黑钥石传送门 就可以离开空岛了 看看我们有多幸运 抓紧搞定这里的一切 还是要去上面生存一下的 我估计米奇那边也完事了 好家伙他居然没事 真是命大呀 我要拆出这里 赖条你等着 说大话是没用的米奇 我们就看看谁能最终逃离吧 想走吗 那是不可能的 我不出气谁都走不了 就你这本事还能阻挡我吗 大言不惨 那你可别小看我又赖条 我会让你痛苦不疑的 你的弓箭水平太差劲了 这点点本事有啥资本说大话呀 好 我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你们有麻烦了 你等着赖条 我就不相信米奇能做啥 哎呦呦 是一个绿宝石傀儡呀 没用的 他们自己把线去掉了呀 太搞笑了 笑死我了 就不能带小过去吗 哎呀 坏了 我有点大意了 家人们攻击 我们要守卫空岛 没想到这个绿宝石也太厉害了吧 我的小行星掉的太快了 大家快点击小行星给我补充啊 完了不敢烫了 我没有体力了 哈哈 终于抓到你了 好家伙 我被关了起来了 这个米奇真是无法无天 外面好多绿宝石傀儡呀 我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的家人也在旁边 不过米奇没有拿走我身上的东西 这样逃离这里就太简单了 很好这些粘土可以做成方块 我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空岛了 偷偷在后边撸过去 不能引起那些绿宝石傀儡的注意 他们的攻击力简直太厉害了 这一次如果我逃离 我就建立传送门 马上走掉 让米奇自己在这里生存 嘿嘿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让他自己在这里暴躁吧 小点声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回去立即建立传送门 趁米奇不注意 先把周围都建立防御系统 然后我就在后面建立这个传送门 这样我就可以回到主世界了 入口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需要一个打火石点燃它 我记得在抽屉里看到类似的东西 哦对了 在这里是碎石 这样我就可以用它来做打火石了 想跑吗 门都没有啊 哎呀呀 我的天啊 米奇你要干什么 完蛋了 这一回谁都走不多了 兄弟们呀 我们该怎么办呀 今天不会在这里玩吧 是的 你猜对了米奇 我听说这里有巨大的宝藏 你别开玩笑了 这地方多可怕呀 越危险的地方越有好宝贝 你不知道吗 要是碰到僵丝怎么办呀 就比如现在有出现的家伙 我乐个洞 还真有僵丝啊 米奇我有个主意了 啥主意呢 我们为什么不建造一个僵丝居住的房子呢 就在墓地下面建造 我觉得这些僵丝其实挺可怜的 给僵丝建家嘛 你放了啊 虽然它们是怪物 但是也应该有一个家 以前从未这样做过呀 以前是以前 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 那行 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那些僵尸 他们太高兴了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材质建造 这个僵尸似乎要跟我说什么 我的天啊 他竟然有钱饮盒 这家伙生前肯定是一个高级玩家 那肯定的呀 你看他一嘴大惊呀 他居然把这个给我了呀 我的天啊 这里太宝藏了吧 是啊 居然这么多资源 我懂了他的意思让我用这些宝藏来作为材质 那是不是太浪费了呀 不要这么说 毕竟是人家的东西嘛 我决定用钻石给他建造一个庇护所 这房子看起来棒极了 看来用这些宝藏来建造果然非常华丽 但是米奇就有点过分了 他竟然没有用任何宝藏 只是最便宜的材质 最关键的是 他居然忽悠僵尸干活 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吧 米奇 用你管啊 豆豆 宝藏建房子多浪费 姜斯住这个房子就行了 算了 我也不管他了 我的房子的装饰还没完成呢 建造房子之后还有这么多宝藏 我看姜斯的意思是 用不了的都给我了 太好了 反正也对得起我的装饰了 这里是不是更像家了 当然我会把你所有的绿宝石放在一边 我会做一个小金字塔 这样来你家的人都知道你很有钱 绝对是最好的装饰了 现在我们可以住在这里了 姜斯肯定也非常开心 他欢快的跳跃竟然升级了 看起来棒极了 再也不是那身肮脏的衣服了 看来我们的房子对姜斯有很大的帮助 他居然喜欢看电视 看到了吗米奇 宝藏还剩下一半呢 你别那么贪心了 我看你就是多疑爱逗逗 建造那么好也不能当饭吃 你看你姜斯的脸 感觉很费怒 他似乎也升级了 但是比以前更破烂了 哎呀一个姜斯要什么豪华房子 以前他还住在土里呢 你这样做会后悔的米奇 我才不会后悔呢 那么多的宝藏都是我的啦哈哈 我觉得姜斯有点不对啊米奇 他似乎在呼叫什么 管他呢 让他在这住吧 我们出去哭透气 你不能大意 姜斯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他们肯定可以交流 哎呀 好啦 好啦 我们走吧 还是外边好呀 我的天啊 那是什么 豆豆 这 这怎么这么多姜斯啊 都告诉你了 你那个姜斯肯定在找人揍你 这也太可怕了吧 还等啥赶紧跑呀 天啊 太可怕了呀 好在我的房子防御系统很不错 光芒之间就进来两个姜斯 其他的根本进不来 米奇 你怎么样了 米奇 你怎么样了 米奇 米奇 救命呀 豆豆 我的天啊 他们疯了 非要我用宝藏给他们建设家园 你活该呀 宝藏本来就是人家的 你就不能拿出一些来吗 不行 宝藏是我的 进了我的腰包就是我的 你也太抠门了吧 你这样会很惨的 豆豆 你就别管了 赶紧想办法把我救出去 我不会给他们盖房子的 我相信你 你完全可以打扮那些僵丝 快帮帮我逗逗 僵丝太多了 我打不过他们 你打不过 我就能打过吗 我可没那个实力 好吧 我来帮你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这米奇太贪财了 本来很简单的是他都能搞砸 还得救他 我的天啊 大部分房子都被毁了 到处都是僵丝 我想知道傻米奇现在怎么了 希望他没受伤 我打不过这些僵丝 我该怎么办 对了 我有个主意 我要造两个傀儡让他们打败所有的僵丝 还好我有足够的资源 我们得快点把米奇挖出来 我希望他没事 不过我们得宽一点 这是什么情况 我的傀儡被陷入到地下了 天啊 看来还有其他的僵丝在帮忙 我不是来打架的 我想救我的朋友 他在废墟下 如果你让我救援 我就再给你们带豪华的房子 他听懂了也同意了 为了救米奇 我必须做他们要求的任何事 而且要抓紧时间 老实说我有点累 但我现在停不下来 还好我这里还有很多人家的宝藏 都怪那个傻米奇 这一次我们不光出了力气 宝藏还没得到 我估计他身上的宝藏也被僵丝抢走了 希望我的速度能来得及吧 我终于快完事了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豪华 虽然那地方有点小 不过也算是我的杰作了 建造好了之后 僵丝就都走了 看来豪华房子的诱惑还是很大的 米奇 你在哪里啊 幸好我有铲子 好家伙原来你在这啊 终于来了 豆豆 逼死我了 都告诉你了 别那么贪财 早知道听你的好了 现在宝藏也被抢走了 好了 给你治疗一下 太好了 我再恢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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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